大家好,我叫蒋浩,我是个脱口秀演员 我会去各个地方巡演 然后每去一个地方我希望能够请到当地一个陌生的小伙伴一起吃饭 去他家做一做 带大家感受一下全国各地不同职业的小伙伴的生活 走 大家好,我们这一期你好陌生人来到了昆明 我才在昆明讲完我的专场,这边太阳太大了 所以我戴了个可爱的帽子 约了一个特别厉害的植物学家、科学家 我们一起去和他聊一聊 我们约在了一个博旅书馆见面 这书馆看着还挺酷的 这是一个书馆吗 看起来好神奇 有人在看书 穿上的鞋套 变得很强大 这一块地方呢实际上是在昆明那属于比较偏的 它属于长城站的半山腰 以前这一块呢是一个军区水泥场的仓库 然后呢三年前的时候的话我把这个山库租下来 租下来之后的话我就说把它租成一个文化的空间嘛 然后喜欢读书 所以的话就是一个以读书为主题的一个空间 因为这个层高比较高 所以的话可以用来做那种工业工作设计 我叫书馆还不是书店 所以我想是把书店和图书馆一个结合的形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第一个可以提供一个图书的销售 但同时呢更重要的我希望提供一个图书的阅读 还有更多的你也可以去借阅 这边呢实际上是想做一个小的孩子的一个体验展示的一个小的生活间 所以的话这边其实就有之前 当然孩子一起来做的这些标本 像这个的话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植物标本了 对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吴冠子 然后如果做这个标本的话 一个周期其实还是要有点时间的 嗯 从上山去采集 然后到 上山去采集 就原材料也是 哦 你如果只是做肯定不行啊 你这个材料你得自己采 这也是比较有体验的嘛 因为在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书馆 但是我也不出众呢 我希望的话把它做成一个24小时书馆 24小时书馆的话 人的话肯定还是要休息的 所以的话其实你看一看了 就像一个学生宿舍一样的高丽床 虽然不大 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文心的 我们刚才从博旅书馆出来 然后吃完饭 然后现在准备去我们青山老师家里 团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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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您的书房 对的 这个地方的话 平常 看看书 嗯 然后画画 画一般画什么画多一些呢 就 画什么画多一点 画水墨画画的多一点 画水墨画多一些 实际上我们 是要画植物科学画的 你看就这个样子 这个是 这是您画的吗 这是我朋友画的 你看这边的话 是 就是 金小年 金老师 他的画是 中国植物科学画第一人 然后他的作品 嗯 你看就是植物科学画 他跟一般的这些画是不太一样的 他 他主要的话就是 还是力求要去还原这个植物的一些特征 就特别写实 嗯 必须要写实 而且是不能错 就是他的瓷嘴和熊嘴的这个数量 都不能错的 这种植物科学画的话就是 起源于西方 然后 一开始的话就是那种植物猎人嘛 植物猎人在 这个一两百年以前 这个植物猎人在野外 他采集了植物之后 拿回去把压制成标本 那么他的这个颜色啊 形状这些都稍微就会有一些变形 有一些变化 那么为了 记录下来这个植物在 这种 野生状态下 的这个状态 那么就产生了这个 画种 就植物科学画这个 这个画画 到现在的话就是 它其实是已经变成了一种 艺术形式了 就好多的就是 喜欢这个 这种画风 我喜欢画的是这种画 就是乱画的 就是画这种水墨画 给朋友画一些头像 你看 这个是石七妹 一个一个朋友 成都的 对 他就会说 问他说 重庆是不是成都的 他就会说 以前是1000 就很快就几分钟就可以画一张 但是觉得很开心 这个是怎么说呢 对我也很好奇 就 熟练了我都想问你 就你 你能有很多的机会 你去跟这些植物学的态度 就是那种 每个学科 就创始人 你知道吗 就特别特别厉害的这些老先生 你能够去跟他们去交流 就面对面的这样 跟他们去聊天 跟他们去扯荡 然后这是你的工作 你知道吗 你还能拿工资 你就跟他们去聊天 你不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吗 这个应该方老师来说 你行不行啊 这保理事馆的老板 对啊 所以换那个场景就不会武功了 还是要抗书 就是你如果说没有办法过来学习的话 就是抗书 然后可以简单的推荐这本书吗 好啊 你 第一本的话我推荐那个刘树老师的 植物名字的故事 那么这本书写的很有意思 然后新入前出 都出去走走 不要老是宅在家里面 大家太习惯于翻个手机 看个电视 或什么样子的 你要真的喜欢植物 那你一定要走路到这里去 对 哪怕你走到你楼下的小区 对对对对对 因为植物所无数不在的 你说就简单的这一个 这是一大圈子对不对 对 好了这是他圈子 如果你真的喜欢植物 圈子跟植物有什么关系 圈子是植物做的 对啊 那是什么植物做的 缩草 谁做的 缩草 什么时候变成缩草了 不是说手说的吗 然后你就 先等一下 先等一下 因为你只有把这个背后的故事 讲给他听的时候 他才知道植物原来这么有趣 如果今天讲植物本身没有趣的 宣子的主要材料是什么 清痰 对所以为什么说宣子叫宣子 知道吧 是因为宣成产的子 所以叫宣子 宣成为什么产宣子 是因为它那里有一个非常好的原料 因为它那里是清痰的最集中的产区 古人那时候的话 宣成的老百姓就用清痰的皮 和非常好的纤维 然后来去着脂 非常非常 性能非常有的 其实就有了宣子 所以是因为清痰而有了宣子 不是不是 就这么回事 这就是一个植物的故事 老公都知道这些书法用宣子 但是一下子跟清痰这种植物结合起来 那你就想知道 清痰是长的什么样子的 对不对 它是个草还是个树 对不对 然后我还可以引申 你为什么会认为 宣子是用缩草呢 因为的话你把埃及的缩草籽 跟宣子管桥了 不推进的是 随便拍一个照片 然后就交给植物学的老师 说这个是什么植物 这是最不负责任的 就是人的思想里面 分为一个简单系统 和一个复杂系统 方老师说了半天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我来解答一下 现在的话就是有很多 这个手机的APP 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因为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 你拍到一个植物之后 你到微博上面去找一些 平常就是会帮网友认植物的一些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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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V 让他们来帮帮你来认 像比如说那个博物杂志 它比较大了就很忙也回复不过来 另外的有一些的话 就是可能刚刚红起来的一些 也是植物学的这个大V的话 像比如说我知道一个叫 维克多的植物眼 那个就还不错 就大家平常拍到什么 艾特一下 基本上都会回 怎么应该是我来说的吗 哈哈哈 这位老师的 这位老师的微博在这里 维克多的植物眼 嗯那里面的话 有你关心的感兴趣的所有的问题 青山老师非常有别于 我以前接触过的植物学家科学家 他精力旺盛 线上线下都非常活跃 他说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能够了解植物学 喜欢植物学 这是一段西南野生种子资源库的视频 这里储藏着一万多颗种子 青山老师说 这啊就是这些种子的时间胶囊 如果有一天地球遭遇了重大的灾难 那至少我们还有这些种子 只要这些种子还在 生命的希望就在 这让我想起了 长崇山半山腰的薄绿书馆 再偏远的土地 只要书在 人类的文明就在 点个蛋再走 点个蛋再走 怎么说了点个蛋再走 再走 等等 你去抛开 %**** 抢开 主喔 在南野生会 有很多梦 我不是 我老师 都 forum 都